兄弟们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就这段时间我来非洲一个来月的时间 就收到了很多条的关于婚姻咨询的消息 甚至有个哥们他跟我说 他立马就想到非洲这边来了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带一个非洲媳妇回国去 我不知道我之前的视频 是不是给大家传递了什么错误的信息 还是说你从其他的博主看到了一些错误的信息 觉得非洲这边的媳妇比较好找 还是花费比较低还是怎么的 就给大家造成了这种想法 然后我就把这个事发了一个朋友圈 没想到在咱这个朋友圈下面的留言 还有很多的兄弟说也给我预定一个 然后我一看这情况不行 咱们得赶紧录一个视频 给大家好好说一下介绍一下这边的具体情况 以便大家产生一些错误的认知 那我也跟这些想找非洲媳妇的兄弟们聊了一下 简单聊了一下 你为什么想找一个非洲这边的媳妇呢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想法呢 最主要的原因呢 还是一是他们的年龄比较大了 大部分都是三十多岁了 有的甚至连一次恋爱都没谈过 再加上他的工作呢 也是本身比较接地气的 所以就造成了他接触的女孩子 再加上个人的这个社交能力 各方面都相对来说比较薄弱一些 他们在国内呢 看不到这种自己能够找到媳妇的这种希望了 所以就把目光放向了国外 大家也都知道啊 这些年咱们国内的这个婚姻观念啊 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偏差 就造成了咱们国内啊 有的女孩子呢 他宁愿自己单单着啊 他也不愿意找一个比较普通的普通的男性结婚 就是甚至我们在看国内的有一些什么某红书啊 什么某音上面看到 感觉上面的人啊 都是人均法拉利啊 年入百万的人啊 就造成了大家的整个一个 这个观念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偏差 另外就是咱们国内本身的男女比例啊 根据2022年的统计的话 我们的男性是比女性是要多三千两百多万的 三千两百多万的一个差距啊 就是男女比例 那再加上有很多女性 她本身大城市里面的单身比例也特别高 她不愿意去找这种比较平民阶层的男性 那就注定了有很多的男性啊 甚至可能超过四五千万的男性 注定这一辈子都是在国内是找不到对象的 很多的男性啊 感觉自己拿三五千块钱的一个月的薪资 好像就在国内啊 好像就是这辈子好像都找不到媳妇了 这种这种现象 就造成他们把这个目标啊 放向了国外啊 甚至是非洲这些地方啊 我能够理解兄弟们的这个想法啊 就是毕竟你三十多岁呢 你说你这辈子如果再不抓紧的找一个媳妇的话 你这辈子可能就要单一辈子了 这确实很难受啊 我能够理解大家们的心情 但是非洲这边情况 你还是要啊再三思一下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赶紧给大家录一个视频啊 详细介绍一下这边 你可能啊找非洲媳妇啊要面临的一些问题啊 以免啊就像这位兄弟一样呢 立马就想来非洲了啊 想到非洲这边来找个媳妇了啊 大家也都知道我这段时间呢 虽然来非洲一个月的时间 但是我差不多有十多天啊 这段时间都在宾馆里面 这个小宾馆里面躺着 因为人不舒服嘛脚疼 那到昨天为止呢 我的脚终于稍微好一点啊 只有一点轻微的疼了 我昨天呢也到这边 城市里面到处去转了一转 那其中呢 我去了一个当地平民出没的一个海滩 去看了一下 有很多当地人在这边游泳啊 为什么说这个地方呢 就给大家看看啊 你如果假如你要到非洲来找媳妇的话 那么你能够接触到的 那差不多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颜值 平均颜值吧 差不多就在这样一个情况 当然之前有其他的博主 来到非洲这边以后呢 他们的方式不太一样啊 他们来到这边以后啊 就去找几个选美小姐啊 或者啥的 跟他一起合拍视频 我不知道那样的视频 会不会给大家造成一些不良的引导啊 觉得非洲这边的美女 这颜值都挺高的呀 身材又这么好是吧 英文水平啊也都挺好的 假如我找个这样的媳妇啊 我完全能够接受啊 兄弟们那你就错了啊 你看到的这些啊 基本上都是他们万里挑一的 从里面挑出来的 大家要知道啊 这个任何一个地方 美女啊都是稀缺资源 那我也跟啊这些想来这个非洲找媳妇的兄弟们聊了一下他们的具体情况啊 比如做什么工作啊 大概什么收入啊 你自己会不会外语啊这些情况我都大概问了一下 那其实呢这些兄弟们呢 农村的女孩子都是十八九岁这样子 那我们拍摄的这一天 拍照的这一天呢 他们是去参加开摘节嘛 开摘节这一天呢 他们也稍微化了一下妆啊 拍摄出来的话 拍照片拍出来的话 其实看着还可以啊 但是平时啊 他们不是这样子的 平时呢 就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标准 大家看你能够接受啊 接受这种颜值嘛 假如你不能够接受这种颜值的话 那我劝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另外就是非洲这边的女性啊 她们我不知道是她们的基因的问题呢 还是她们的饮食的问题 就是她们到了三十岁四十岁以后呢 就是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呢 整个身材就会变得非常的臃肿 你看她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的时候 身材非常的好啊 很苗条S型的前凸后翘的 但是你一到了这个中年以后 整个一个人啊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臃肿啊 屁股特别大 然后不知道你能够接受这种这种吗 如果你假如你不能够接受的话 那你趁早也要打消这个念头 当然这个也可能是跟她们的饮食有关 她们当地人可能都是吃大量的这种油炸食品啊 高热量的东西啊 最终变成这样子 我不知道她们假如去到中国以后 改善一下饮食啊 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啊 这些东西会不会保持 一直保持她们这种年轻时候的样貌 当然这个肯定是有概率的啊 各方面的概率 你也得考虑是吧 假如你不可能说 你在这边带个老婆回去啊 生活个几年 她身材一旦走行变样了 你说不要了 同学们那咱这不是上良性吗 你想想非洲这边你带的都是农村的女孩子 带到国内去待上个几年 人家一到了中年以后你又把她踢了 是吧 这太上良性了 所以你们也得考虑好这个 另外就是你在这边非洲找了媳妇带回国生活 你自己能够接受那你身边的你的父母 你的亲朋好友 你的邻居会不会流言蜚语 你能否有一个强大的心理啊 去克服这些 这些别人的这些异样的眼光 另外就是你以后的孩子生出来以后 可能你的孩子是肤色 就不是咱们亚洲人的肤色了 就会变成一个咖啡颜色 那我们昨天呢 也去这边当地的一个华人教堂 参加了一场中国人的婚礼 我们在现场呢 也有看到这种跨国婚姻 其中呢也有两个混血的孩子 从我个人的角度看下来的话 这个咖啡色的孩子 我其实是能够接受 其实颜值还可以还挺高的 当然人家的媳妇的颜值也挺高 你也得考虑这个问题是吧 假如你找到的媳妇 找的颜值比较普通 那你能否接受你的孩子生出来以后 就不太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审美 之后你的孩子去到学校里面上学 跟其他的小朋友一同生活的时候 会不会面临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甚至是歧视 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呀 同学们不是说咱们现在自己找个老婆 说实话 确实非洲因为这边比较贫穷嘛 你来这边找个媳妇可能花费不是很多 你随便就像我之前介绍的一样 这边村里面的女孩子 你随便给她买点吃的买点用的 她就可以给你过夜了 但是你要想带回国当老婆的话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是吧 我能够理解我完全能够理解 兄弟们说的自己三十多岁了 连恋爱都没有谈过这种着急的心理 但是你要想到非洲来这边来找老婆的话 这些问题你也必须要面对 另外就像兄弟说的 我也问了他 你自己会不会外语 那你不会外语的话 你来到非洲这边 你怎么跟人家交流啊 那当地人 你要想找一个会中文的 那肯定太少太少了 会中文的 人家也都是在城里面上过大学的 比如在孔子学院里面学习的这种 你要想把他带回国 当老婆的话 这就不太容易了 人家这种 这种也属于稀切资源 大家知道吧 这种会中文的 他在这边当地 随便找一个翻译的工作 那工资也不低 人家凭什么到咱们中国去跟你呢 是吧 如果你在国内 本身就属于精英阶层 那你完全也不用想着 来非洲找老婆了 是吧 那么你在国内 以一个比较普通的 普通平民的这样一个生活 收入标准 你到非洲来这边来 那你肯定也不可能找到 这种当地那种高标准的 这种美女带回国 那你也只能找平民阶层 那这种平民阶层呢 根据我的观察下来 虽然他们是有上过学 就像我们在村里面待的这些女孩子 他们确实都上过学的 然后英语呢 会一些 但会的不多 但他们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一直生活在农村嘛 他们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学习能力啊 包括他们的见识啊 都会相对来说比较差一些 那我们之前呢 也带了两个这边村里的女孩子到城里面来 本来是说带着他们在当地人嘛 在当地人来去买点东西啊 或者问个路啊 啥的会比较方便一些 有当地人出面嘛 结果我万万没想到啊 带着他们 还不如咱们自己呢 同学们 这个 就是 就是我们让他们去帮忙问个啥 他们就是比相对来说会比较木讷一些啊 去问一下 别人给他说个啥 他就原封不动的告诉我 我跟他告诉 我们告诉他 那你能不能跟他说一说啊 这些东西 他们也没办法 就是 就可能还是见识上比较欠缺一些 那假如你要想找这样的女孩子当老婆的话 肯定有好处也有坏处 好处是这样的女孩子 他没什么心眼是吧 比较单纯一些 但是坏处的话就是你要让想让他帮你 做一些什么事的话 那你就得包容他了 我们之前在这边一个华人超市里面去买东西 我们去的时候呢 也看到那个华人超市的老板在训斥他的员工 因为啥训斥他的员工呢 就是 就让那老板说 哎 真的是 我都不知道他们一天脑袋在想什么 你看那个东西倒在地上了 就也不知道剪一下 也不知道扶一下 就是超市里面堆的那些货啊就掉在地上了倒在地上了 然后他们员工就站在边上看着他也不会去主动去帮他剪一下呀堆一下 就是这种就他们他们的思维方式跟咱们不太一样啊就是所以这些你也得包容 假如你这些啊都能够接受啊都能够包容我能够接受他们的辐射我能够接受他们语言不通 但是我花个几年培养就行了是吧 我们在国内的呃平台上 相对来说会比较差一些 那这个就需要你有很大的耐心啊 说去慢慢慢慢培养啊才有才有这个可能 另外还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你来到非洲以后你怎么去接触这些女孩子 那你本身你的外语又不通是吧 假如没有一个熟悉的人带领你去跟他们呃接触的话 那你这个东西你不能随便大街上找个女孩子说 哎当我老婆可以吧是吧那你肯定会被打是吧 你你就得有人给你引导啊你才能你才有可能去接触到这些东西 我问了一下这个兄弟啊 我说那你你又不会外语你来这边你打算怎么办呢 他说我跟着你啊 然后我都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他了 我说我是旅行博主啊我得流动的啊 我不可能天天待在这个地方 咱们只是暂时待在这个村里面 我们之后还得到处去走的去去去这个国家旅游的呀是吧 那这兄弟就想的比较天真啊是吧 那再加上你到这边来以后 你你肯定得跟这些女孩子呃接触一段时间 你才知道这女孩子到底合适不合适是吧 那比如说你不可能说你一来啊 你嘛啊这个女孩子可以他愿意跟你走 咱们就立马带回国 兄弟们那假如你生活一段时间发现这个人不合适呢 那怎么办 你把他抛弃了吗 那就不是太上良心了吗是吧 这这些这些都是问题 那你肯定要在当地生活一段时间啊 少则十天半个月啊 多则至少几个月吧是吧 你你短时间的接触你你也看不出太多的问题啊 那肯定需要一段时间来慢慢慢慢培养啊 另外就是这边男女关系我们前面也介绍过确实比较混乱一些 那你来到当地那你肯定是需要去找一些比较淳朴的女孩子是吧 找完以后你甚至还要自己要出资去给他做一些身体各方面的检查 那以免给自己染上一些不必要的这些疾病 否则这个就不划算了是吧 你不能从网上看到一些别人找的那些模特 这些黑人模特 你说这个颜值我完全能够觉得哇太漂亮了 我很喜欢 兄弟们不光你喜欢我也喜欢啊是吧 这些模特我也喜欢 那问题是你找得到这些模特吗 找不到呀 这些模特他们都是出入一些高端场所的 就像我们昨天也去了一些高端的场所 比如说像这个悬崖酒店啊 这边就有很多的黑人的美女在这边啊 我们在街上在这边看到的这边出没的这些当地人 那整整个你从他们的穿着 还有他们乘坐的交通工具来看 就就不一样了 那就完全不是你一个国内普通人能够够得到的了 是吧 你不要看到别人啊 受了一些别人的这些片面的一些信息啊 你就立马想的哎 我去找个非洲媳妇吧啊 这你就你就太片面了太片面了啊 所以兄弟们 我能够理解你们这个这个这个心情啊 想找媳妇的这个心情 但是你要想找非洲媳妇 那确实也也都是一个问题啊 我们之前也从网上有看到这个 有很多人去东南亚那边去找媳妇啊 甚至那边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呢 但是呢也时不时的有看到这种东南亚的媳妇 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以后啊 他就自己悄悄回国了 这个损失也不小啊 所以我猜测啊 这些兄弟们为什么想来这个非洲找媳妇呢 就想的是非洲这边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单纯一些嘛 就不会出现这种之外 跟着你回国生活一段时间就跑路这种情况 但是啊 你要找这种非洲媳妇的话 确实你要克服的问题啊 太多太多了啊 所以我劝兄弟们啊 一定要三思啊 千万不要一时头脑发热 就多看多了解吧 我们现在也没有也没办法说一下子就告诉大家 太多的这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就只能给大家看看啊 这个当地人出没了这个沙滩上的这些女性啊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颜值水平 你能否接受这些普通人啊 当你的老婆 如果你过了这一关 你才能够去谈后面这些种种种种的问题 假如第一关 你看这种当地人这个颜值 你说我完全不能够接受是吧 他们到了30岁40岁啊 变成这样一个臃肿的身材 你完全都不能接受的话 那你其他东西都是白谈啊 所以千万做啥事 千万咱们千万不要一时头脑发热 就像我来到非洲 我肯定不是一时头脑发热 我这东西想了很长时间 我本身也是自己也是一个旅行博主啊 我当然知道非洲这边情况要面临很多的问题 但是我到非洲这边你看 还不到半个月自己就生病住院了 一躺这个宾馆里面就躺了十多天了 现在才开始慢慢恢复 才能再次出去这边旅游 所以你要想到非洲来的话 我劝你们啊 我真的真的由衷的劝你们 千万千万不要一时头脑发热啊 尤其是立马想要过来这个兄弟啊 我劝你啊我真的劝你啊 你这个想清楚你也想清楚 你过来怎么办啊 你真的想想要跟着我吗 我我整天我去的地方是吧 我做的事情啊 你能你能适应得了吗 这些都是问题啊兄弟们 你看我现在一天在城里面住这个小宾馆 一天防汇八十多块钱 但我每天点两个外卖啊 是吧 一天随时一天消费也是几百块钱就下去了 你能够支撑着住吗 你能够支撑着住在当地生活个一两个月的时间吗 这些都是问题啊 千万千万不要一时头脑发热冲动啊 另外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看看啊 我这个非洲狠人这个形象已经快练成了啊 已经快练成了 我们现在脚呢也只有一点点疼了啊 昨天出门走了一下啊 问题不大了啊 慢慢走的话问题不大了啊 也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现在的一个近况吧